第一次世界大战事重火力的冲突,使用了最新开发的机枪和其他火炮,能够从远距离对敌人造成杀伤。 但是在西部前线,一旦下达离开战豪向敌人逼近的命令,步兵立刻就转入了鼓出一尺的近战中。 著名的索尼姆核战役,1916年和斯帕尚尔战役,1917年,中都进行了许多次步兵冲锋,在这种战斗中,除了枪之外,刀剑和手枪也有一席之地。 到大战爆发时,刀剑在欧洲军队中,主要被视为一尸性的武器,除了仍被配发给骑兵的马刀之外。 不过,作战部队中的骑兵,没有太多的机会,使用他们的马刀。 尽管英国和德国军队的第一次冲突,1914年8月的蒙斯战役骑兵作战,在比利时和法国的西部战线上,战争很快就变成了静止的壕沟战。 骑兵起的作用非常的小,但是英国军队保留了大量的骑兵预备队,而刺刀和壕沟刀,则成为了当时战役的主要兵器。 每个步兵的步枪上,都有一把刺刀,因此,步兵的经典形象,就是冲上沙头,发动冲锋,装好刺刀冲入步马敌军的战壕无人居然而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即使步兵幸运的躲过猛烈的机枪火力压制,抵到敌军防线,在狭窄的战壕里,使用刺刀也是艰苦差事。 所以,士兵们越来越多的改用刀来进行格斗,许多部门专门研发了战壕刀,或者战壕匕首库尔卡弯刀。 库尔卡弯刀第一种,这把大型库尔卡弯刀制造于20世纪初,在两次世界大战中,第九库尔卡步枪营,都使用了这种弯刀。 它有一个皮静刀销,另一半有两把小刀。 美国1918年扎豪刀,美国1918年扎豪刀第二种,1917年的美国扎豪刀原型被认为过于脆弱,因而被图中的型号所代替。 金属刀翘 德国皇家马刀马凳式护手第三种,这把传统风格的骑冰刀,制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 它很轻,带有马凳式护手,简洁的握柄和细长的干润。 林白刺刀第四种,林白刺刀,这把刺刀是1946年生产的,用于马国林戴1880流行旋转扣扣拉式技步枪。 根据金属供应商的说明,它的金属握柄,使用黄铜制造而成。 炮兵短军刀炮兵短军刀第五种,炮兵短军刀,这把新古典风格的剑,制造于1816年,配发给法国地面部队,作为随身武器和清除灌木林的工具。 毛色弓兵刺刀毛色弓兵刺刀第六种,毛色弓兵刺刀,这种刺刀制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前,用于搭配毛色步枪。 它具有剧齿刀软和皮革及一包打具的刀鞘。 喜欢刀剑的戳链接底部连细弯折90度不变形。 刀剑的超强韧性,怎么来的? 国产军刀中比较知名的九把军刀,哥哥霸气又是用瓦刀期大流派,密属于哪一类?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